好 我們大家合掌當兇 兩腳兼平行力 抓地兩三下 向這個重心往下引 那麼合掌就站穩了 身心站穩 接著我們就要來做觀想 這次的觀想就是 堅定的選擇念佛求生極樂 這裡頭有兩個選擇方向 一個就是念佛 以求生極樂 你不念佛或者是 不是稱名念佛 敬坐 端坐實相 然後發佛提心迴向 這其實一般意義上都也算是 就是求生極樂念佛的一個法文 就是廣義的念佛 觀想念佛 觀像念佛 實相念佛 稱名念佛 一般有這種說法 那其實實相念佛當中 發佛提心念佛 就是一種 我為行菩提道故 我求生極樂 我因為我發佛提心的念頭很強大 所以我勢必要往生極樂 我才能圓滿我的普提心 這樣聽懂嗎 那這樣的話 因為動機是普提心 那麼講手段不好聽 就是說那個完成它的最強而有力的方法 是這個 往生極樂 因為往生極樂 見諸上上人聚會一處 那麼 贈得無聲法人阿必法治 那麼可以 多方釋憲成佛的音樂 那你到一個地方釋憲成佛 就在一個地方呢 利益大眾這樣子 那當然這樣子的話 你會想說 那這樣的話世間的事情有什麼 有什麼意義 世間是有意義的 世間的意義就是 協助你今生能往生極樂的資量 都是今生的意義 你想看今生要沒苦 今生要沒有動眾生的造惡 今生要是沒有眾生的需要 那你也不會去想要修行 那不想修行就不會想要求生極樂 那什麼事情就當面錯過 其他外道不也是這樣子嗎 你可以看得出來不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今生有意義的呀 怎麼沒意義 今生的所有的意義 無論苦樂 得失 這個 撐雞毀育 這些所謂大風 都是導向 你今生往生極樂 所以它都值得你 專心關注 專心的面對 只是我們不因為這樣 把手段當目的 所以今生的一切 都是推向你 導引你往生極樂 而這往生極樂還是手段 是發菩提心才是究竟 所以我們是發菩提心求生極樂 這樣就導引出來 這個是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那麼希望大家能知道 那因為這樣 所以我抉擇念佛求生 菩提心的動力很大 那我就要為了完成它 那我要找一個穩當 決定有 決定好的方法 這個時候沒有你喔 沒有你的個人得失喔 是眾生得不得救 能不能提早得救 這理由 在求生極樂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 這樣就明顯的看到 淨土法門是大勝的意思 好 那麼知道這個道理呢 我們簡要的 這個會在 這個佛妻當中 會再提醒大家 這道理很清晰 那麼要重複想 重複想 在 重複想是要在 重複的禪定當中想 現在就在修禪定了 拜佛就是修禪定那種 叫做禮佛中的禪法 所以那起這個觀想 我發菩提心 那麼願意立一切眾生 共成佛道 那麼這樣子呢 我選擇了稱名念佛 為最直接 這裡頭菩提心在裡頭 那我又再加上稱名 稱名就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誘發 是一個提醒 菩提心是根本 那稱名就連結了 菩提心跟 往生极樂 為了行政菩提心 我稱名求生极樂 所以我選擇稱名求生极樂 這樣清楚吧 好 那麼現在呢 何場當凶偶 那 升起這種菩提心的想法 然後我稱名念佛求生极樂 這大概就是佛法當中最完整的 淨土法門的核心見解是這樣 所以說 怎麼樣子 那個心是什麼作用呢 怎麼樣那就 我們就知其然就可以 怎麼樣知其然 就是身心觀察 喔 那麼呢 這個 憑著我們的 菩提心的真實 那麼呢 援念 這個彌陀佛 見彌陀 聽念彌陀 聽大家稱念彌陀 禮拜彌陀 秀 供彌陀佛的香 然後呢 意念 這個我 最終就是稱名求生极樂 這當中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那就是 萬一我自己覺得很苦 然後呢 那我不懂得怎麼發佛提心 發佛提心要利益眾生 可是我自己很苦啊 那 都不知道要怎麼換 然後這一種情況呢 你會在很多的師父的道場當中 會聽到這樣說法 他說 發佛提心等以後 千千萬論給別人去論 你現在呢 就是你自己苦 你要求生极樂 世間太苦了 那個呢 臨終太危險了 那 要稱名喔 這樣 誰呢 我 我自己就常這樣講 是這樣的 我自己也常這樣講 我有時候我一整個佛期呢 我沒有提到菩提心三個字 我只提剛剛那樣 叫做 驗 驗 驗黎薩佛 心求极樂 好 然後呢 因此我就信 求生极樂 跟念求生极樂 我也會這樣啊 早年 大概在五六年前以前呢 我幾乎都是這樣提醒的 那這什麼意思 這也跟道場有關 這也跟我們度眾生的緣有關 當然也跟我個人有關 就是說 這是古德 近代的部分的古德 他採取的方法 他的意思是說 都在戰亂 民國初年以來 或者是清末以來 其實都戰亂 然後人民並沒有所謂的讀書 國民基本教育是沒有的 不識字的是滿天之下 都這樣 所以你說要他自己去懂 補迪心啊 很難 然後 華人的文化裡 南北東西差 不是指中國大陸 那塊大地 南北東西差別那麼大 見了面就是吃飽 這個最重要 那台灣的話 台灣的話就是受一些 其他國族的一個統治 台灣人自己並沒有成為一個單一的國的這種概念 他沒有 他是大陸對岸當年為了生活而來 他也沒有這種關聯 所以他就是被統治 他也不需要想什麼 我能活命就很好 所以這種文化底蘊 要再加上這個知識的 沒辦法 你叫主是怎麼講八卜迪心 有時候有點難 你有一點他放不下 他擔心 擔心說有人over 那就是以為說世間很好 然後就行菩薩道 然後否定求生極樂 他有時候也怕這樣 所以一直到近現代以來 不少的大德 到現在還是有些居士啦 哪是出家人啊 花蓮 宜蘭 北部很多 北部很多 南部當然也偶爾有一些 都這樣 都在講這些事情 那我是覺得有他的因緣 也有他自己 那個師父自己成長過去的因緣 OK 可是 不能這樣而已 不能這樣 因爲什麼 因爲發普迪心 其實更幫助往生極樂 那我們萬佛寺來這18年了 佛我也18年了 那該聽的也都聽了 那不能發普迪心的 那也無妨啊 我也有這麼一條路啊 就為求自己的生死了 而去求生極樂 OK啊 也沒問題 可是 我們還有第二條路在真上 因為發普迪心啊 龍術菩薩說 你發普迪心念佛修行啊 是百千萬人拉著你 推著你往前 那已經不在自己一個人了 欸 那這樣的話發普迪心 其實在協助你念佛 協助你往生的 不是阻撓你往生 只要我們把道理弄清楚就好 手衛 主蟲 本末弄清楚就好 我叫你發普迪心 又不是叫你貪滅人間 啊 我就當 我就有錢 有世人 後世人過來做國王 下次再做國王 我要來行菩薩道 基本不是這樣 還是今生了半 這樣了解嗎 好 大家就不用疑惑了 前後教法有轉進 但是並沒有改變 好 如是這樣想完之後呢 我們還是會理解到眾生的苦的樣子 因為眾生苦的樣子 我們自己想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自己還是有苦 臨終也是有麻煩 所以怎麼辦 我們要從自己的知苦聊苦 知苦做起 那為眾生一起聊苦 所以我們為眾生求生其樂 回復說婆 有這個心 萬元放下 信願離己 決則念佛求生其樂 為我今生唯一不動搖的目的 乃是為了圓滿補敌心 合掌當兄 眼觀盛相 口稱盛好 耳聽大眾稱念佛號 身作恭敬自成懇見的禮拜 那 鼻秀現在供佛種種妙香 那 最後意念 我抉擇 我抉擇求生其樂 心不動搖 意不太難 決定求生其樂 蒙佛接引 往生其樂 萬元放下 萬元放下 信願提起 六根獨色 信願相繼 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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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 五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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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